今年的4月10日是美国前总统卡特签署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日子 美国真营特别制作了专题片《惊涛拍浪40年》 专访了美国前总统卡特 前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的秘书宋楚瑜 以及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 前台湾的外长钱富陈建仁 以及前美国国会的议员沃尔夫等历史的见证者 还原美台断交幕后 先为人知的历史时刻 那么接下来先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这部纪录片的精彩片段 这部纪录片段 接受不过两次 好 接下来请这部纪录片的主要制作人 我的同事樊东宁来演播室分享他的心得 欢迎东宁 好的 感谢林森 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首先谈谈当初 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为什么要拍摄这样一部的专题片 当时拍这个专题片最初的想法是什么 希望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事实上这要回到去年的12月15号 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的一个40周年的日子 那当时我们礼拜天的这个海峡论坛节目 就特别制作了一集来讨论 当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前总统卡特会选择跟中华民国断交 跟对岸来进行一个建交动作 那么当然回到了今年2019年的4月10号 也就是今天这个日子 事实上就是卡特总统签署 这个所谓台湾关系法 让它成为美国法律 作为现在的美台关系的一个基石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 那我们就想到说 那么既然是40周年嘛 所以我们美国之音应该制作这样子一个纪录片 来重新完整的叙述 从当时断交到卡特总统4月10号 签署这个美国台湾关系法 成为这个美台关系 现在这个维系两方的这个非常方式一个重要的一个文件 中间的中间历经了哪些 历史上不为人知的时刻 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起兴冬念 想要做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来还原当时的一个历史 尤其是现在我们也知道 美中关系跟40年相比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么能不能借由这个回顾历史 让历史作为一个镜子 让现在的 不管是观众也好 更了解当时的历史 或是让现在的美中台三方领导人 都能看看当时的领导人 是怎么样做一个决策和应变的 作为现在美中台三场关系的一个借境 我觉得这是当时一个制作这个片子的一个起心动念 这个很多采访都是您来做的了 就是有很多这个采访对象是在台湾 那么到台湾去采访来进行拍摄 那么回到美国这边呢 也陆陆续续的采访了一些美国这边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人士 就是说在做这些采访的时候 就是说台湾方面的这些被采访人 和美国这边的被采访人 你接触下来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事实上不只是我个人做这个采访 当然这只是一个团队 包括了其他的这个美国之音的同事 也在台湾采访到非常重要的当时的这个历史见证者 当然包括今年已经高龄94岁的前总统卡特 就是由我们这边美国之音新闻部的这个记者来进行采访的 那么我本人呢 则是在1月份 然后跟我们的记者 采访记者 摄影记者 钟瑞哲到了台湾 去采访一些台湾的重要人士 也是当年40年前断交的这些历史见证者 包括了现任的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他当时是前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的秘书 所以他的角色之所以重要是 他是人在现场见证了 这个美国大使安克志告诉蒋经国 我们决定要跟中华民国断交这个历史时刻 他仍是在现场的 而且他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他自己的一个第六感 让他能够提早的让蒋经国知道说 美国卡特原来是要 即将在隔天的七个小时之后 就要跟中华民国宣布断交 那这整个过程其实上 我们看纪录片就知道 卡特总统他是非常非常保密的 当时在华盛顿只有五个人知道 也因为这个宋楚瑜当时作为蒋经国的秘书 有这样的一个第六感 等于是提前让蒋经国和他的政府 有一个七个小时的应应时间 所以这个故事后来选择让这个宋楚瑜先生 从一开头 借由他在现场的一个感受 作为一个开场吧 应该这样讲 然后叙述整个故事的这个经过 那当然我们也访问了到当时 断交之后谈判因应变局的这个 一个是在台北的前副 当时他是外交部次长 另外一位是前外交部长陈建人 他当时是还是一等秘书在华盛顿 这两位就是谈判两方在华盛顿 跟台北的一个最重要的 第一手进行谈判的这个人士 那么当然我们也非常难得的能够访问到 今年已经高龄100岁的 前美国国会的众议员 莱斯特沃尔夫参议员 他今年已经100岁了 那我们到哈威于这个纽约的住所 让他翻阅一些当年制定 这个台湾关系法的一些 非常珍贵的历史文件 跟我们诉说当时 为什么国会议员会产生 跟这个卡特总统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而且制定了这样的一部 台湾关系法在40年后 仍然能够应应美中台关系的挑战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拍摄和制作过程 包括采访过程 当中有没有什么 遇到一些什么比较记熟 或者难以处理的一些问题 事实上因为是因为40周年 所以事实上不管是美国这边也好 或台湾也好 都有很多的这个媒体 跟这个纪录片制作人 在做这个题材 所以要挖掘出 跟其他纪录这个40年 美台关系历史不一样的东西 就要花点心思去调阅 当时国务院的一些解密的档案 然后才能够找出跟其他 大家都在谈的东西比较不一样 就是刚刚您讲的很好 就是显为人知的一个历史时刻 那找到这些档案资料之后呢 我觉得更难的是你怎么从这个画面上去呈现 还原当时的这个历史重要时刻的这个场景 可能就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非常具有挑战性 那也要靠我的这个跟我一起工作的伙伴们 尤其是我的摄影中瑞者来一起构思说 怎么样还原当时的场景 比如说刚刚提到说这个宋楚瑜在现场 看到了断交的场景 还有蒋经国的反应 但是如果我们只靠这个档案的解密的话 没有办法还原当时的场景 所以我们就要找到蒋经国他当时住的这个地方 所谓的七海关底 找一些这个画面跟照片的辅助 他的床 他的床头灯 他的眼镜 怎么样在半夜 过了凌晨 叫醒他的那个场景 在我们这整个片子 一开始的地方 我们就用这样一个还原现场的方式 利用我的摄影记者 利用这种后制的技巧吧 让他能够把七海关底 当时半夜超过了将近一点钟 然后宋楚瑜走过去他的床边 然后打开床头灯 把他摇醒的这一刻 能够用画面来把他还原 这是我们当时技术上最具有挑战性的一部分 好的 非常感谢东宁 非常感谢海峡论坛主持人樊东宁来演播室 也期待大家期待我们的下一步 非常感谢 感谢观看